看似和美 不代表真的美满 如果心中已有所向往 追寻的过程也是快乐的 律师 律师 这么慌张干什么 沈大娘子来了 她来干什么 我去问问 等一下 问什么问 赶紧请啊 是 楚衣 你 你看看我 今天如何 俊朗 快去请啊 是 周律师 沈大娘子今日为何而来 是公事还是 之前父亲的腰受伤 多亏了周律师的药膏 今日父亲又有些不适 便让我来问问周律师 药膏是何处买的 药膏 是律师台的私藏 那就不劳烦了 沈伯伯之事何谈劳烦 我这边叫人去哪儿 楚衣 快去去 是 多谢周律师 沈大娘子 等药之时 喝杯茶 好 请 我在此可会影响周律师办公 要不我一会儿再来 不影响 请坐 沈二娘子今日可好 还可以 除了这两日来过御史台 没有出过家门 你也不要太过忧心了 事情总会水落石出 沈二娘子 现在要学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就该如何保护呢 沈二对陆廷尉 怕已是用情至深 郑国功夫没事变好 若是有事 沈二此生怕是难以安心 郑国功夫之事并非小事 倘若陆廷尉真的是设计谋逆 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站出来坦诚一切 承担罪责 倘若长公主之事 确实是被构陷的 他二人两情相悦 又何必急于这一时一刻呢 他们懂得彼此的心意 如果连这点风波都经受不起 又弹劾托付终身 其实我一直希望 沈二能够过得安稳快乐 无忧无虑 得人宠爱 可是我却忽视了 他自己真正想要追寻的生活 看似安稳 不代表心里安稳 看似和美 不代表真的美满 如果心中已有所向往 好 追寻的过程也是快乐的 回头看时 再苦 也能甘甜如意 周医使公务繁忙 我就不打扰了 我明日再来取药吧 没事 看你方便 明日 我给你送到百香阁去也行 那就有劳周医使了 我说你不肯定吗 快点 快点 好 这边还有两箱 这些货物都很重要 一定要听点清楚 好 那些都是兵器 对 杭爷 报告来了 我都安排好了吗 都按照老规计处理妥当 一定不会出啥子 找到陆时宴了吗 我都不用 让陆时宴逃脱了 那就尽快找到陆时宴 保观也好 杀了也好 贵人要尽快落定 长公主的罪行 以免多生枝节 是 赶紧赶紧 快点 是 现在明白了吧 自以为掌握了真相 瞒着珍儿 让她喜欢的人陷入冤屈 还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结果是自己蠢不自知 我是不是听着 挺失败的 你也别太自责了 你入京 本就是为了追查屯兵一事 找到证据 有所怀疑 那是你的职责所在 再说 你不也挺厉害的吗 只需要杀注入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抱歉 叨扰曼娘了 实在是事情紧急 需要你帮忙 若能帮得上忙 腐脉义不容辞 多谢 这是赵冲林死前留下的 沈二娘子说 除了血腥味之外 她还在上面闻到了别的味道 曼娘精通药理 是否能查验一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 赵冲林死前第一反应 留下的应该是杀她的人 所以这个字的指向是人 而臣是众皇子的牌辈子 皇子 是像暗地里住的那些兵器 还有苏孝未提的那些兵 是此这难道是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